哈喽大家今天呢我们来讲iPadOS 17 没有错呢 iPad这张产品在我们的频道已经消失许久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iPad 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很大的更新了 除了前几周他们其实有推出iPad版的Final Cut Pro 很多人其实都有测评哦 那如果大家也想要看我测评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 好那首先呢 我们要来讲到这一次iPadOS 17 它有支援的机型包含有iPad Pro第二代 iPad Air第三代 iPad第六代以及iPad mini第五代跟之后的版本 也就是说呢iPad Pro第一代已经不再支援咯 就是淘汰出局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我前面两集介绍iOS 17的功能哦 其实前两集大部分的功能呢 在iPadOS 17上面都是有的哦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到PDF的功能 现在备忘录呢可以直接编辑PDF的哦 就是我们看到画面上面这边呢 就是一份PDF文件 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不同的页面 然后去编辑之类的 就是说你要在上面写字啊 打字之类的都是OK的哦 另外呢其实在iPad上面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直接辨识PDF表格的 但是我自己测试过之后呢 是只能在档案资料夹里面使用 就是现在备忘录还不能用这样 就是我们打开档案资料夹啊 里面的这个PDF呢 它就是可以像这样子 直接辨识出哪边有表格 因为像之前我们要填PDF表单 我们就要自己去新增文字方块嘛 就有点麻烦 那就是希望说他们之后 可以新增到这个备忘录的功能里面 那另外一个有点不方便的就是 例如说我今天AirDrop一个PDF到我的iPad上面呢 它上面现在还是只能够选择 档案资料夹接收 它不能用备忘录来接收那个档案哦 所以就是希望这个部分之后也可以新增这样子 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看到 iPadOS 17也新增了锁定画面的自定化界面哦 就是像之前iOS 16那样子iPhone的界面 但其实这个界面呢有好有坏啊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说它有一点复杂 你知道吗 例如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点到这个设定的背景图片里面 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来新增这个自定化的桌布哦 首先我们进到这个设定背景图片的界面呢 里面有非常多的桌布可以选择 那另外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图片 这样子一样呢 它就是有新增一些桌布 例如说在天文的部分呢 它现在就是有新增很多的星球 例如说火星木星啊土星跟水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讲 质感非常的好 就是有一种3D的感觉 那这个系列呢 一样在iPhone都是有的哦 好那除了天文之外呢 往下滑会看到有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万花筒 里面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花样 也是比较色彩缤纷一点啦 再往下滑会看到一些像是彩虹桌布啊 或是这一次这一个 这一个桌布呢它是iPadOS 17的主题桌布 那这一个桌布呢它也可以去选深浅色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或者是你可以让它自动 自动的话呢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切换深浅模式 它就会自动帮你换桌布的色调这样子 也是蛮好看的 我个人觉得比iOS的好看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这个Hello的桌布哦 用英文好像比较合理一点 就是我会贴在萤幕上面给大家看 它的英文介面好像比较好看我个人觉得 但是后来发现不管哪一个语言都一样 它里面是不是轮替的 然后这个风景的桌布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精致 就是栩栩如生的感觉 那大家会发现左边这边呢 有一个小工具列 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来新增小工具 它可以放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 就是我今天要放一个时钟啊阅历啊 那在字体的部分呢 它跟iOS一样呢 它可以控制字体的粗细度 就是自精化程度又更高了这样子 那我个人觉得苹果预设的一些桌布 其实都非常的精致哦 尤其是用iPad这样子的大萤幕 看起来又更爽了 那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的是 互动式小工具 就是从现在开始呢 小工具就不再只是好看的花瓶 你是可以跟它有互动的 上面可能会有 例如说现在这边看到有按钮啊 或者是说它会有其他的机关之类的 就不是单纯的只是点下去 然后进到那个App 例如说现在在桌面上 我摆放了两个不同大小的音乐小工具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直接点歌来听 那我这一款蛮特别的是 我放的是台北前25名的音乐 就是台北音乐排行榜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地区 这样子你就可以随时看到 这个歌单的变动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 就是你今天换一首歌呢 它这个背景就会跟着一起变颜色 就是感觉还蛮精致的 那之后呢 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第三方的App 或者是内建App 加入这些互动式小工具的功能 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目前调度功能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功能呢 就是在去年呢 他们推出了一个 可以让iPad变得很像电脑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多视窗 然后自己排列 那之前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说它的视窗 并不能够真的像电脑那样子 很自由的缩放 或是摆放到你想要摆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很多人反映这一点呢 所以现在他们把这个视窗呢 改成一个自由度比较大 可以调整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呢 你就是可以自由摆放你的视窗 然后你想要叠在哪都是可以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限制 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超出这个框框 就是你把它摆到这里它是会弹回来 就是也不是完全的自由 但是就是自由度比较大这样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最近才推出没多久的这个无边际App 那现在这个无边际呢 它多出了一些备忘录 原本就有的功能哦 例如说在笔刷的部分 它笔刷现在就是多了一些选项这样子 你如果画一个形状 然后你长按 它就是会自动辨识出那个形状 就是玩法变多了这样子 如果你要设计一些东西的话呢 会更方便 那关于这个无边际呢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 可以完美融入我生活的方法哦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使用这款App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好然后再来下一个新功能 就是现在健康App在iPad上面也有了哦 就是我们到App资料库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健康的功能 就是在手机上面的资讯呢 其实在iPad上面 现在也都是可以看得到了 那这次iPad我也时期 蛮特别的一个新功能呢 就是可以记录你的情绪哦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或者是在左边的这个列表 你可以看到一个心理安康的选项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但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帮助你可以记录你自己的情绪哦 例如说你最近觉得情绪很不稳啊 或者你想要长期观察你情绪的趋势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记录哦 我们点开始使用 然后里面它给你两个选项 一个是让你记录当下的情绪 另外一个是让你记录当天整天的感受 然后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波状 其实就是跟iPhone一样啦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调整说 你现在当下的情绪怎样 例如说呢 非常愉快好了 它就是会用不同的花朵 还有颜色来呈现你的心情 然后下一步呢 这边就有更多的感受的选项 显示更多它就会整个列表 也就是说呢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情绪就是非常的惊奇 然后呢同时又非常的焦虑完成 就是一个焦虑又惊奇的愉快 我们下一步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选择说 什么原因造成你现在非常的愉快 可能我的工作让我非常的愉快 或者是呢它下面其实有一个其他栏就可以填进去 这样子 然后我们按完成 它就会把它记录到这个心理安康的选项里面 然后它也有可能长期的分析你的心理状况 这样子 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跟着下面的这些其他的资讯来做一下长期的分析 例如说睡眠或者是你的日照时间对你心理的影响 可能透过这种记录的方式可以比较明显的分析出来趋势 那下一个呢我们要来讲到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辅助使用呢 现在可以模仿声音哦 我在iOS其实已经有讲过了 不过还是再跟大家讲一次呢 它现在是在设定里面 然后我们去找到辅助使用 在下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个人声音的选项 那这个功能是用来干嘛呢 主要就是帮助一些可能语言的部分需要协助的人呢 这个iPad可以模仿你的声音 然后你就打字 就是说在视讯啊或是通话的时候 你只需要打字 然后iPad就可以模仿你的声音 然后传给对方 那要怎样模仿你的声音呢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我们开始制作个人声音 我自己实际玩过呢 你点进去之后 还会给你很多个英文句子 然后你就照念出来 大概要念15分钟 那中间你也是可以断掉 然后分次录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可能一次录个1分钟 然后累积到15分钟 它就会可以开始声称你的声音 那之前有观众回报是说 算了非常久还没有算完 所以我个人不知道说 实际用起来会是怎样 不过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会再来展示给大家看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次iPadOS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 但是我发现像是iOS17更新完之后 它的耗电量反而变得很低 就是续航力变强这样子 我不知道在iPad上面是不是也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不过还是不太建议大家更新 除非你有备用机 就算你要更新也记得一定要备份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那之后的iPadOS17正式版呢 我也会做一支影片来跟大家介绍 到时候呢可能也会多一些新功能 所以大家呢就敬请期待吧 那如果你对这类影片内容有兴趣的话呢 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 然后呢更多生活化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所以欢迎追踪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